在公园内集体泡脚是怎样的体验? 不仅泡脚免费,还有热茶水供应。 日前,福州温泉公园温泉体验区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, 吸引了众人前往体验。 1月2日下午,记者前往温泉公园实地采访。 免费温泉体验区坐落于温泉公园的西北角, 沿映于丛林之间。 下午时分,这里已是人头传动。 水池旁骑刷刷作者几十位市民挽着裤脚正在体验。 每天小孩送去读书了,就过来泡一下。 我一般泡半个小时,泡太久也不好。 很舒服啊,脚轻轻的。 我们都是要走一千的,走一大千的公园。 很多的人啊,中午都是很多的人在这里。 他们都是泡得很舒服。 河水啊,都是流动的。 这个下午要放出去,早上放进来啊, 我们这个都每天都要清洗的呀。 记者看到,该温泉体验区的水位较浅, 刚好方便市民泡脚。 水池旁设置了温度指示器与免费的茶水。 此外,工作人员在温泉中放入了艾草, 不仅有利于健康,也能起到一定的消毒作用。 远远看去,这里也让一处小型温泉景区。 不少民众告诉记者,这几天,来温泉公园体验泡汤成为了新史上, 不少人更是从郊区牧民而来。 基本上有空的时候就过来泡一下。 这里都很方便啊,开始有什么都有啊,搞好啊。 国际员,奶奶泡脚好素一点啊。 高线啊,老人家全部奶奶高线啊。 像社会大众免费开放温泉体验区是否会带来洗澡、 洗衣等不文明的现象。 记者观察发现,绝大部分市民都能坐到文明有序, 坐在池边泡脚攀谈, 后来者则在温泉池旁的休息区安静等待。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 每天这里都有安保人员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及时劝阻。 一般我们上面提供的是15分钟到20分钟, 有的基本上泡半个小时, 有的就是10多分钟,一般也20分钟,就是这样。 记者注意到, 体验区旁张贴了原方的相关提示。 提示指出, 温泉体验区解决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 皮肤炎症及其余不适宜泡温泉的人群参与体验。 此外, 体验区内也禁止奔跑、 玩耍、 跳水、 潜水、 戳脚、 减指甲等不文明行为。 目前, 该温泉体验区每周二至周日10时至16时开放, 原方也希望广大市民在体验时注意安全与文明礼仪, 留下书信整洁的体验感受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